那么第一个方面呢 我们觉得呢 NASPA的这个国际认证呢 可以给我们一个对照的一个标准 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呢 来检验我们自己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水平 检验我们的这个教育的效果 检验我们自己的这个教育的计划 所以说我们自己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 自我评估的标准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认为NASPA这个国际认证呢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因为NASPA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可以对照这些要求呢 可以建立我们的制度 可以改善改革我们的教育方式 因为NASPA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 有很多年的经历了 对于公共教育 那么它很成熟的这一套评估体系呢 可以给我们寻求更高的发展 提供一个一个基础